这个婚礼不是我们可不可以结婚 你腰腰腰腰腰腰咸 给它好 完了 而是一个 长 一个长的过程 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是什么呢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 尴尬荒谬 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 尤其是北方婚礼 要一大早接亲 说中午之后接就是二婚 所以要一大早去新疆家 到了之后 不给开门 你说你们是不是说好了要结婚 说好了 说好了 来了 不得开 然后还得往里塞钱 就跟那个自动购物机 往里塞塞塞 扒开了 里边有一个新娘 然后说 我们北方的规定是 新娘的脚不许着地要抱到车上 这样我跟永开就没法结婚 因为抱不动 反而好不容易找一个 找一个搬家公司给弄下去了 就弄了一堆车 然后做出一种招妖过世 我们很有钱 这些也都是租的嘛 是吧 来到酒店 然后到了那 本来喜气洋洋 一会非要删情 我特别不喜欢 为什么要把爹弄哭了呢 人那么大岁数了 干嘛呀 下面 让我们把灯光照相父亲 现在女儿大了 她要走 干嘛呀 然后一会儿 下面请新郎新娘接吻吧 就起货 我心想现代人 都一会儿住三年半了 接吻 没见过新嘴啊 弄了这 我真是受不了 前面 为什么叫庙会呢 前面叫相声和小品 后面就是 取义和杂技 中国的婚礼 要闹新娘 闹新郎 闹伴娘 闹岳父 还要闹丈母娘 说你们嫌不嫌 闹人一家子 新娘给点个烟 你点 她往凳子上站 你再往上站 她站桌上 你怎么不上天呢 还要就是一块儿吃饭 你说 一桌人 我这特别烦这个 就是十几个人 互相也不认识 上辈子没见过 以后也不会再见 在那硬聊 在那咬着牙子 硬聊啊 我在这 我就立刻说 一看你房子这么长 也好意给你搭的话 您好 您是搞美容美发的吧 你会像我凯文老师 很多东西真的是没必要 是得让人超尴尬的 是不是 是啊 第二点 我觉得婚礼特别不好的 就是现在很多家庭的婚礼 已经变成了两个人 两个家庭 乃至朋友之间的攀比 和金钱上的军备竞赛 你们说前面那个婚礼 有一点感人的 回家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开红包 大家都是给的一千 董姓这怎么给了八百 我还只给了二百 我跟你说陈永开这人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先给他记在本里 等他结婚再说 就先是这个 是吧 然后一会妈打来电话了 说你舅舅可是给了五千 他姨给了多少钱 才一千八 他们家人都什么人呀 是不是这种片攀比 然后你妈穿什么衣服 她妈穿什么衣服 咱们为什么要 很多年轻人这么在意这个呢 就是因为 她把所有的钱 都花在了这场婚礼 为什么要把自己逼成这样呢 是吧 该说什么了 对 什么是必要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 是我相信 就是对面的喜欢办婚礼 我们也尊重 你办 我就去 我还给钱 行了吧 还让 还让我们也必须办 你们怎么忙啊 我们不需要 你们 我们参加完 给完钱 公起来了 我们自己不想办还不行 必须的意思 就是每个人都得办 我们不是说你们不能办 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权利不办 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 我还告诉大家一个浪漫的方法 什么是浪漫 你去找诗和远方啊 你们去旅游啊 去看高山大河大海星空 你们在星空下 说的我爱你 不比当着三舅 什么二姨说浪漫多了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你想办 我不但同意 我还给你随份子 但是我 我不想办 我希望 你们能尊重我 让我有一个不办的权利 谢谢 谢谢